一边是阵营内热闹浮雪 一边则是阵营间激烈口水站 距离九合一投票日只剩一个多月 各方参选人就不同政界 互相攻击冷嘲热讽 呈现一片乱象 蒋万安日前提出 用深蹲换免费公车票 话题持续发酵 陈时中今天嘲讽蒋万安的政界是讲笑话 我觉得原路上都有一些怪异了 就好像我也不会要求黄珊珊说 如果他不办深蹲 就要把他写在政界里面 你会不会觉得即便歪楼 好像蒋万安也歪打正着 我想因为他的政界都以讲笑话为前吧 攻击完蒋万安 陈时中又开酸黄珊珊 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 10号与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巧遇 两人以握拳机长方式打招呼 但陈时中确称党有党纪交情归交情 我想他们有各自的交情 那当然党又党的党纪 那交情归交情 然后想一切依照归一归办理就是了 陈时中现在突然人设改变成为党主席了吗 七律媒体10号公布最新台北市长选举民调 蒋万安支持度29.6% 黄珊珊28.1% 陈时中27.8% 三人支持度相当接近 选情胶着 新北市方面 侯友宜和林嘉隆今天也再度就政见展开激烈交锋 大翻新呢 就是林嘉隆跟侯友宜的一个对比 就是超级比一比 包括大格局 翻转轴线 还有新的市政愿情 证件最主要是要能够实现以外 主要还要好好的做事情 拿出实际的一个成绩 才是最重要的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 痛批林嘉隆投入选举以来 提出多项证件 估计会让新北市政府 每年至少多花300亿元新台币 怒斥林嘉隆为了选举 大开空投支票 侯友宜力拼2022高票连任新北市长 外界解读 这是他竞逐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起手势 对手林嘉隆紧咬这点展开攻击 我们的对手口口说的 这个好好做事 但心里想的是2024 这也是另外一个最强烈的 这个人民在选择的时候的一个依据 此外绿营近期在借新北市三重区警察 误伤民众事件 攻击新北市治安不好 侯友宜也对此进行回击 新北市的治安在这几年 不但暴力犯罪大幅下降 也在去年底荣获景光奖 六度的第一的治安 常常都是新北市拿到 随着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投票日益临近 岛内陷入负面选举 不仅政党上演查抄袭大战 还有媒体人及名嘴翻出参选人的祖宗十八代 有学者认为如此局面 正是民进党操弄的恶果 更多内容请张辉带来树立 好的 张涛 的确啊 今年的九合一选举出现 各阵营护制对手抄袭 甚至各种丑闻影射等负面选举招数 尤其是在民进党籍桃原市长参选人林志坚 被爆论文抄袭并退选后 事件就演变成绿营乱枪打鸟式的论文攻击 截至到九月底呢 国民党至少有五位县市长参选人都被指抄袭 中国时报就发表文章评论说 民进党大打乌贼战如意算盘 就是既然自己人抄袭这线 这信呢是拗不回来 就制造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幻觉 另一方面呢 选战抹黑抹黄等操作 闹的是人怒天怨 亲绿媒体人周玉寇 为了替陈时中助选 甚至翻出了蒋万安的父亲蒋孝岩 23年前的绯闻案 指认女主角 鉴于周玉寇的连番表演 拖累陈时中选情 民进党当局把他的节目 从黄金时段移开 但10月7号 他又迫不及待地复出 这一次瞄准的是蒋万安的绅士 对于周玉寇的低劣做法 台湾东华大学教授施正锋就直言 想要正面选举实在是太奢侈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说 民进党用民嘴和网军制台 一定会遭到报应 和网界相比呢 今年岛内选举呈现出了几大特征 选情冷 负面新闻多 岛内讨厌民进党的氛围加重 有学者就指出 台湾这几年的选举 变成了作秀大赛 始作俑者的正式蔡英文 2018年九和一选举大败后 民进党改变选战策略 训练网军 收买网红 经营社群 这注定了台湾选举 从此走向低俗化 娱乐化 弱智化的温水煮青蛙的不归路 然而负面选战对于岛内选举 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短期来看 各政党不是通过竞选愿景 来为民众 破坏更美好的未来 而是被迫加入民进党 挑起的比烂大战 从长远来看 负面选战会不断地侵蚀 原有的政治根基 让岛内选战更加污浊 严重影响人们的判断 和选举质量